讲修行 饿时生活 讲经典 愿愿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六六七 身体力行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总随我道 于字色身 归于清净法身佛 于字色身 归于千百亿化身佛 于字色身 归于圆满报身佛 六祖告大众 总随我道 于字色身 归于清净法身佛 这是清净 透过这样的修行 才能让你体会到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 它不是从外面来的 但它要透过你的体悟 虽然金矿有黄金 但是黄金要透过体炼 虽然你有佛性 还是要透过修行 你才能够清净 你当明白这种概念 否则就会混为一谈 同理 你的自性虽然是清净的 但你现在都起烦恼 很执着 你不能明白清净 展现清净 所以 要透过这个色身来修行 于字色身 归于千百亿化身佛 这是慈悲 你透过这个色身 你透过这个色身 才能产生千百亿化身 这就是慈悲 观世音菩萨即是如此 应以合身得度 即化合身 它是慈悲的化身 透过这样 把你的慈悲心 展现 展现 于字色身 归于圆满爆身佛 这是智慧 透过这样的色身 去展现你的圆满爆身 这就是智慧 让般若智慧 彻底的展现 色身即是我们 它虽然是假的 但是有用 你要借假修真 天生我才 就必有我用 你要会用 要借助这个色身 来身体力行 你不要放任自己 一天到晚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或躺在床上睡觉 什么都不做 否则 就太对不起你的色身了 身体为什么长眼睛 为什么有嘴巴 有手有脚 哪个地方没有用 然而 你的眼睛 都是拿来看别人的缺点 否则 就看一些不该看的事情 你的耳朵 一天到晚 听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你的嘴巴 一天到晚讲八卦 道人家是非 长短 难怪你常常都会有问题 你伸两只手 不拿来帮助别人 伸这两条腿 不拿来跑腿 不拿来服务别人 你糟蹋你的身体 就是懈怠 懒惰 有的人 懈怠跟放逸 分不清楚 放逸指的是心 懈怠指的是身 心放逸 没有方向 目标 理想 一天到晚 不是胡思乱想 就是发呆 不是没有好好用心 身体一天到晚 什么都不做 懒洋洋的 这叫懈怠 你要借助这个身体 从世间法的角度 叫自立立人 从初世间法的角度 叫自决决他 自立立人 跟自决决他 有程度的差别 要帮助别人比较快 但是你要帮助别人觉悟很慢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一开始就自决 但是你所做的事情 不要伤害你自己 你要好好读书利益自己 接着好好帮助利益别人 你先自立立人 以后才可以自决决他 简而言之 自性是清静 慈悲 他本来就具足一切的智慧 但是你要去展现 举个例子 你看到三尊佛像 假设中间摆释迦牟尼佛 就代表清静 左边摆文殊失利菩萨 代表智慧 右边摆普贤菩萨 为什么叫普贤 普就是普变 变一切 贤能够利益别人 代表慈悲 如果摆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事智菩萨 都可以这样解释 那三位就是清静 慈悲 智慧的表法 这也代表我们的自信 你自信可以产生 但要透过你的身体力行 你才能够悟到 才能够去展现 文厚思维 你愿意利用你的色身 来自立立人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